在大陆一带一路的思维当中 不只要拉动跨国经贸合作 同时要发展文化交流 而其中旅游就是重要的一环 那么根据最新公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 就强调要加强旅游合作 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的便利化 而新疆不只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 那么这些旅游优势都让当地的业者 各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 掀起新疆的盖头一窥维吾尔风情 你可以从喀赞起出发 乘坐铺着花针的哈迪克 伴随搭搭马提升 在色彩明亮杂容欧亚元素的维族云之中 穿梭流转 或者选个人家停下车登门拜访 没有到过这种西北嘛 然后这边的异域风情 就是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喀赞起在维宇中一直注锅匠 过去这里是伊宁的铁器市场 经不住城市变迁 一度沦为贫民窟 无人问问 反倒保留下不少老建筑 成了观光新资源 敞开家门做生意 卖艺品搞餐饮 游客入内参观 很少不买单 当地政府投入1.2亿人民币 进行街区整治 享用独特真实的风土人情 让老区活起来 听维族老人谈一曲多塔尔 看维族青年舞一场赛拿姆 时而热情奔放 时而曼妙阿娜 像这样的表演 忘记时一天得来上七八回 二十岁的买耳蛋从不喊累 舞蹈科班出身他 毕业后去了上海 看好一带一路 才在去年回到老家 四千多左右吧 那其实跟在上海比起来呢 还是少一点 还是在这边少一点 这边少一点 但是上海生活压力太大 就是 成本太大 消费大 思路风光正好 根据大陆最新公布的 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 强调加强旅游合作 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 有了政策背书果然奏效 光是今年上半年 新疆接待中外游客超过一千六百万人次 创收达两百三十亿人民币 各大景区一扫恐攻阴霾 人气回温 即便是远在大山深处 像欧洲一些地方吧 要大气一点的那种 风轮叠仗葱脆 山坡绿草芦荣 蓝天白云 道运湖中 更添水色斑斓 宛如人间密境 要把新疆建设成为 这个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面旅游的一个集散地 那我们卡纳斯景区呢 是新疆的会客厅 2012年呢 我们是达到了百万人次 今年我们有望超越2012年 卡纳斯湖隐身新疆最北端 阿尔泰山密林州 有东方瑞士之称 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 市居湖畔自称是 成吉思汗后裔的图瓦人 也悄然改变了生活方式 不再放牧牛羊 改与游客共舞 昔日遮风避雨的传统木屋 开放家访 工人体验民俗 来喝奶就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衣服 要说的无名字和大拇指 无名字 那是中国的名字 去年是一天是平均 肯定要接待最多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三到四百个人 今年是平均是六百个人 没下来过 去年的话 我一天可以升到一万左右 去年一万左右 那今年不就是翻译一倍了 差不多 吃那儿在马背上长大 十多年前从卖纪念笔开始 投入旅游业 如今游客多了 家富起来了 乐见一带一路带来商机 却也添了份担忧 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的环境会不会污染掉 我们希望把这个环境 慢慢地暴行下来 我们下一代下一代 再可以想说 这个那么好的整色 是要好的这个环境 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如何在发展旅游 与维护生泰州取得平衡 是新疆的美丽哀愁 你看过来 优优独播